大家好,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。 在印尼大师赛当中,陈宇飞终于在半决赛中结了对合冰交的两连败,赛季第四次杀戮决赛,他的对手是泰国一姐英达农,二人过往有过16次交手记录,陈宇飞以14胜二负占据绝对的优势,因此只要正常发挥,拿下女单冠军的把握性还是非常大的。 在比赛开打之后,陈宇飞首局完全压制住了对手取得开门红,第二局略显保守,让对手扳回一局,决胜局陈宇飞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上演大逆转,最终苦战三局以2比1立刻英达农,夺得了印尼大师赛女单冠军。 自信满满的陈宇飞,在首局比赛开打之后,就压制住了英达农,靠着自己标志性的高质量点杀,连续得分取得了3比0的梦幻开局,众所周知,英达农并不属于力量型的进攻球员,拉掉过程当中,寻找突击机会,才是他最喜欢和擅长的节奏。 而陈宇飞的拉掉基本功非常扎实,在多拍回合当中,英达农完全找不到任何突击的机会,一直被陈宇飞死死限制住。 强行进攻让齐的失误开始层多,陈宇飞连续下分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7比2,大比分的领先,让陈宇飞开始尝试更多的打法套路,这也增加了他的无谓失误,让英达农很快缩小了分差,但主动权还是被陈宇飞牢牢掌控,带着11比7的优势进入到了技术暂停。 从比赛的前半程可以明显看出来,只要陈宇飞不失误,英达农并没有太多主动得分的手段。 果不其然,在陈宇飞再次回到自己的拉掉打法之后,再次扩大领先优势到了13比8。 虽然英达农始终没有放弃,但无法形成连续得分,让其一直处于劣势当中,最终陈宇飞也以21比16拿下首局胜利。 第二局比赛意识到多拍,完全占不到便宜的英达农开始改变策略,更加积极抢前三拍,靠着抢往和抢攻开局取得了4比2的领先。 不过陈宇飞并没有慌乱,而是靠着稳健的防守反击和对手周旋,很快将比分追平,并且一直熬战到了8平,不过和首局相比略显保守的打法,让英达农逐渐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机会。 连得3分之后,以11比8进入局中间隙,重新回到比赛之后,背水一战的英达农还是展现出了很强的求胜欲,靠着不断加速抢攻,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。 以21比18将大比分扳平,决胜局英达农仍然贯彻了之前的策略,而陈宇飞则一直跟着对手的节奏再打,这也让其开局就陷入到了2比7落后的处境当中。 不过大赛经验丰富的陈宇飞并没有慌乱,顽强将比分追到8平,并且带着11比10的优势交换场地,体能不济的英达农没有能够扭转颓势。 陈宇飞也抓住机会,以21比15锁定胜局。 在三届世界大赛屈居亚军之后,陈宇飞终于在本赛季第四次女单决赛将银牌换成了金牌,捍卫了自己女单一姐的地位。 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,陈宇飞能够延续火热的状态,拿下更多的冠军奖杯。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,点赞和订阅,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。 谢谢大家,下期节目见。